这日下打得乔伊斯节节败退 最终比赛历史六个回合 乔伊斯由于面部受伤的情况实在太过严重 英国裁判无奈只能挥手终止了比赛 旧王退位新王登基 张学业这一战不仅打破了无数质疑 也打破了西方人在重磅级拳坛多年的垄断 也成为了第一个站在世界之巅的黄种人 然而输掉比赛后的乔伊斯明显不服 在赛后接受采访时更是当众表态 如果不是裁判终止比赛 他绝对会打爆张志磊 并在第一时间向赛事帮申请和张志磊进行强制二班战